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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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打 好像在1979年打拳的时候 因為我知道他在打賓妮 我覺得這個人給我的印象很斯文 但我知道他從加拿大回來 收到風,他很厲害 但後來我又在80年來到香港後 我自己在打棋後 後來又輸了他 我覺得這個人真是好 神器足球女金腰帶 第一,一個回合 雖然他已踢到 他以外,但還是很深 第一回合完畢竟 第一回合完畢竟 我認識BD已經是二十多年前了 是因為紅金堡電影所以認識他 但是很有緣分 他和我哥哥和表哥鄭家明 都是一起 因為鄭家明去加拿大練拳 剛好在李鵬師傅那裡 認識了周比利 後來周比利回來香港練拳的時候 我認識了他 一起練拳我玩而已 後來他入了拍我大哥紅金堡的戲 我們一起拍很多功夫電影 所以認識了二十多年 所以絕對支持這個香港拳王 我覺得是好 四十多歲還可以有這個毅力 再戰擂台 所以身為朋友的我 非常感到榮幸 在我眼中的周比利 是一個很打,但很有禮貌 最重要是高過我 而且聽李鵬師傅說 他是一個肯練功的人 而且聰明得來是肯聽人家說的人 絕對不會有很多理由 你教他的東西全部都是鴨頭 然後就很苦練 我覺得功夫… 說明功夫,功是不能走捷徑的 始終是要時間鍛鍊出來的 我覺得周比利在我眼中 已經做到這年了 啊… Andy… 他氣太太太了 他氣太太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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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